真的要有点耐心 好啦 repo ok fbx就输出就可以了 那 好 我们就从max里面 我就从这个unity里面读进来 材质自己重新上 那不管你要用这个方法做 还是要用刚刚那个方法做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边用shadowgraph来做就好了 因为它每一个软体都要整个再读一次 所以就会比较慢一点 请见谅 然后 我现在就把模型读到match里面来好了 来 import ascent ascent reads 嗯没有啊桌面 repo 欸啊没有啊 我不是出来桌面吗 我還沒確定 因為讀得太慢了 這樣有了 好把他讀進來 這也太久 好啦進來了我們把他丟進來了 好 那把他放高一點 插掉重來 插掉放進來 好 按下F靠近他然後以上去一點 現在整個是紅色表示他貼圖應該是 掉了好那我們就重給他就好 來 那我就開一個一樣就是從Shader這邊我再開一個 Shader做法是一模一樣的我就直接Shader然後PBR 然後叫做Repo Material Material 好 IP 腳IP聽起來有點詭異 好再來 Create Material 好 好 一樣選他open 好 那 PBR我說過他做起來比較費工所以我們這邊用比較簡單的用 那個 Master的 Onlight 這個 PBR這個就殺掉 用不到 OK好然後再來把圖片 照進來我們現在沒有這張圖片所以我們就先把我們的 圖片在哪邊 在在在 呃 等一下我看一下在這裡 FIRE 好這張4號這張OK 那我就把他拿到Unity裡面來了 放上去 好然後把他放到這裡面來 好進來了 好問題是我要的並不是這個藍色的部分我要的是他的Alpha 所以我就從A 也就是Alpha 拉過來 好拉到哪裡去 那我要現在我要做什麼我要做鏤空所以我是直接在Alpha上面 好 在Alpha上面之後不要忘了鏤空這件事情是要怎麼樣把前面的 齒輪換成什麼 OPEC這個地方換成Transparent它才會有鏤空的效果顏色呢 就跟我剛剛講過顏色其實只要給他一個白色就可以了 就這樣最基本就有水的效果 可以嗎 好那這樣子我們先把這個存檔先貼上 存檔 好然後剛剛這顆材質球就把它貼上 這樣就有水的效果了 可以嗎 當然它是不會動的 你自己做專案的時候記得買好一點的硬貼 不會動嗎對吧 好關掉好嘞 再來 我現在這個圖片也是一樣平移 所以我就直接跟剛剛做法是一模一樣的offset offset 這個平貼給他接上去 我做的快一點了 因為剛剛都做過了 所以再來offset的偏移我們就把這個V2打開來 V2打開來 接上去 好接上offset這個地方 然後我去看我要動的是垂直還是水平 我剛剛這邊做的應該是垂直的部分 所以我去動的是 Y軸就夠了 至於如果你要動X當然也是OK的啦 好我就直接給他一個TIME TIME TIME 然後呢去 multiply MU 去乘 把這個值相乘 去乘以一個你自己的值V Vector1 V1 這一個把他接上去 那速度的話預設值先設成1好了 我也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先設1 然後把他接給你的 Vector1 OK這樣子他就會 這樣移動了 存長 做這個應該OK啦 對吧跟剛剛基本上幾乎是一樣的 好 水滴是不是就會這樣動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我們再稍微再延伸一點 現在還可以再講很多啦 但是我們先講重點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我如果水 只有這樣子的話你很容易看出他的Pattern 所以我們可以再把它再加一組 意思是說比如說像這個水花對不對 我把這整個水花 再複製一套 Ctrl Ctrl V 複製一套 HELLO 快崩潰 好 拉過來 然後呢我把這邊的值換成另外一個值 比如說0.5 這樣子我是不是得到一個 不一樣的速度 對不對 然後我再把這兩個用add 相加 把A跟B的 A槽 相加 這樣子我是不是得到兩張圖片而且速度不同 再把這個拿去接在我的alpha上面 這樣子的話 我還沒存檔對不起 存檔 你的水看起來不會只有一層的水 你只要利用調整速度你把這兩個改成變數的話你的速度你的一張模型上面看起來會有兩張圖片在同 甚至三張四張是ok的看你要不要這樣做 這樣看得懂我意思 很簡單只是相加而已好這個是額外講到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順便要講 來回到我們3DMAX 有一個值 今天要稍微講久一點了不好意思我沒有把這個單獨顯示 只要跑到這個地方就會卡住 所以你自己在用的時候右鍵是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 因為兩個軟體都很大了所以來回跑的時候他就會 那個很久 好 格力顯示把選出來先格力顯示 格力顯示 好 那麼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先給他一個普通的材質就好了 換個普通材質就好了 因為這接下來我要做一個比較特殊的事情 來請你幫我 我剛剛現在在我們的軟體上面有一個問題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是說我的水往外連移的時候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什麼 界線對不對 我希望他水外面可以逐漸的淡化掉有沒有辦法 可以啊 可以喔 用漸層貼圖就可以阻力掉或者是用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方法 你可以用漸層貼圖下次我們再講漸層貼圖的部分 今天我們講 頂點 頂點著色的部分 來 來你幫我把這個連移加上一個功能 叫做 呃最下面這邊有叫做Vector Paint Vector's Paint 什麼叫Vector's Paint 簡單來講 所有的每一個模型的每一個頂點可以存一個顏色 可以存一個顏色 預設值 這邊有顯示方法 預設值的第三個顯示並看不到任何東西 看第二個或第一個比較純 好看第二個或第一個他會lag一下 Hello 好他是白色的 選第一個是最準 因為第一個是純色不顯示任何光影 所有的頂點預設值如果你沒有去記錄的話所有的點都是白色 可是呢 我們講說黑色白色可以作為遮罩使用 對吧 所以我們用畫筆選擇黑色 然後直接 他都在lag一下等到一下 然後我把這個畫筆看起來有點太大我把size給它小一點 好 沿著這個地方這樣畫 每一個頂點可以記一個顏色 於是這些頂點就被記上了黑色 那黑色就代表他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可以拿黑色來做鏤空貼圖 這個貼圖跟貼圖跟圖片根本無關 他只是一個頂點的顏色 像這樣子 可以嗎 右鍵結束 好 那這個地方 他會自動會幫你開啟一個叫頂點顯示的功能 頂點顯示顏色的功能 但這並不重要 反正我們只記錄了顏色在這上面 實際上模型 在材質上面算根本就不顯示任何東西 他只記在頂點上面 但你如果沒有告訴他我要用頂點的話 他根本不知道 他只是存在裡面而已 好我重新再輸出一次 Export Select Report To 好 輸出 直接OK輸出好了 好我們再回到我們的Unity 好回到我們的Unity 然後我們一樣再去把剛剛的那個場景再讀進來 Repo 呃來這邊先到我們的Mesh 然後 呃抱歉有點緊張喔 Import 然後RepoTo 開啟 好 那這個Repo跟RepoTo 是一樣的東西啦 我就放在這邊 沒有辦法歸零嗎 趕快歸零一下 好歸零 好 好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值 一樣可以套 好 我把這個 我放上面一點點看好了 我把這個 呃 不要 放旁邊 這樣看比較準 好 好 然後 我把剛剛的材質一樣丟給他 剛剛材質在這裡 把這個一樣丟給他 他當然也會有一樣的效果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呢 來 這兩個是看目前看起來是一樣的 不過接下來 來 我們剛才是不是在阿法這邊做樓空對不對 你在空白這邊打點的時候你打 Vertex VER Vertex 會有個 Vertex color 這是頂點著色 你如果頂點有著色 這個地方可以叫頂點著色出來 叫幹嘛 把你的 ADD 把你著出來這個樓空的效果跟他相加 好 用相加的好 相加的相乘 相乘好了 MU Multiply 相乘試看看 我記得是相乘 好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這個先接過來試看看 也就是說 我不但加了這兩個樓空的兩層的圖片之外 我還加了一個這個地方做成樓空 就是邊緣的黑色會變成是樓空的效果 好存檔 看得出兩個的差別嗎 有看得出差別嗎 兩個用的是相同材質 可是因為這張我剛剛原始一開始輸出的 並沒有頂點著色模型 所以你輸出出去他邊緣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你變成要用漸層貼圖 我下次再講漸層貼圖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那這個方法是 我直接在頂點上面著色 記得在你的 Max 裡面用 Vertex 在模型上面加上一個 Vertex Pen 然後把選項選到第一個這個地方可以看到顏色 用畫筆 他去畫你的顏色把邊緣畫成黑色 然後再用你的 這個材質裡面告訴他說我把你的 波紋 乘上這個頂點著色相乘拿去做樓空 得到結果邊緣就會變樓空掉 完全看不住破綻吧 有沒有問題 有興趣是看看 這個我把影片先截下來然後等下我把節點也截下來給各位 還給各位 今天講的有點晚了不好意思拖到各位時間 下一次我們再講水柱的部分 這幾個方法再重新應用一次而已 好所以如果這幾個觀念